娱乐至死,金钱至上,每日一更的圈美又来了 那一年,买超在看电视,看到了又见一脸幽梦中的子玲 第一印象便是精致,但也仅仅是精致而已 毕竟自己与她的生活毫无交集 没想到几个月后,买超去参加一场聚会 在聚会中碰到了出演子玲的张嘉妮 当时张嘉妮戴着帽子,露出了精致的脸 那一刻,世界都安静了 她的心砰砰的跳着,心中认定,我一定要将她娶回家 初次见面,买超便主动要了张嘉妮的联系方式 之后展开了追求,她想尽所有办法去靠近张嘉妮 比如张嘉妮搬家的时候,她会借口自己在她新家附近 然后提着一些生活用品过去 张嘉妮被感动了,但她并不想恋爱 所以告诉买超自己只想工作 本以为买超会知难而退 谁知道她却说,你想恋爱的时候可以告诉我 之后,她照样会约张嘉妮出去 某天,她得知张嘉妮想要带家人去香港 于是便立刻赶到香港 说朋友都走了,想找张嘉妮 张嘉妮便客气了一下,让她一起吃饭 听到这句话,买超立刻答应了下来 吃饭时,她对张嘉妮体贴 对张嘉妮的家人也很体贴 这一次,张嘉妮终于下定决心 与买超在一起 当听到张嘉妮答应做她女朋友的那一刻 买超激动兴奋,满心都是幸福 但她没有想到 自己苦苦追求的女子 没有获得妈妈的认可 而且会因为不办婚礼 叫自己母亲为阿姨 甚至弄得满城风雨 她也没有想到 自己眼中心善的女孩 性格如此刚强 不懂得退让二字 张嘉妮是一个四川妹子 性格如同四川的辣椒一样泼辣 因为喜欢跳舞 所以从小便去学习舞蹈 九岁那年,还独自来到北京 接受专业的训练 小小年纪,独自北漂 却丝毫不害怕 由此可见,她骨子里的坚韧 当初在北京学习舞蹈 因为长相出色,舞蹈出色 便被同学们孤立和排挤 那时候的她很孤独 但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不用讨好任何人 对方不喜欢自己 也不需要难过 有了这种认知 她便不会去讨好任何人 想要的东西也会主动出击 16岁那年 张嘉妮考入北电 开始接受系统训练 后来从北电毕业 刚好撞上一连幽梦 全紫灵的比赛 看到这项比赛后 张嘉妮便去参赛 因为身材较好 容貌又很清纯靓丽 她被看中 一连幽梦是一部大制作 剧中请的演员 也都是一些大咖 虽然当时的张嘉妮演技并不好 但在拍摄的时候 一众大咖都会教导她 这也让她进步飞快 甚至还获得了穷瑶的认可 也是这部戏让她正式出道 张嘉妮的运气很好 刚刚出道就碰到了穷瑶的戏 甚至还凭借这部戏成功大火 成为了观众的新进女神 她迅速接下了一些通告 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不过随着她的爆红 她的一些争议也随之而来 那是在2007年 她与秦岚参加快乐大吻营 在节目进行时 有一个游戏环节 秦岚与张嘉妮同时站在一个高台上 秦岚脚上还穿着很高的高跟鞋 就在游戏时 她刚刚说完台词 准备往下跳 身后的张嘉妮 突然将手伸了出去 推了一把 秦岚吓了一跳 下去的时候 整个人都晃晃悠悠的 要知道 穿着高跟鞋跳下去 本来就要注意 又被人忽然推了一把 很容易出意外 如果她没有站稳 很有可能会摔得很厉害 也是从这之后 合作过两次的两个人 没有了什么互动 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 直到2019年 《沿喜攻略》这部戏 爆红 秦岚点赞了一条 关于张嘉妮推秦岚的动态 让二人双双上了热搜 大家也关注起了这件事 不过 张嘉妮并不是只做了这一件 令人感觉恶毒的事情 早在2012年 张嘉妮拍摄《金钟月飞》的时候 就被曝出 因请不到假 将愤怒指向了场记 不仅在找茬 还让人将其暴打 过后场记还丢了工作 而这位场记 也发文了这件事 虽然没有名字 却仍旧指向了张嘉妮 因此 张嘉妮对外的品德 遭到了大家的质疑 甚至被群众称为蛇蝎美人 这位被群众津津乐道的蛇蝎美人 在嫁给买超之前 曾暗恋过自己的形体课老师 也曾与杜淳有过一段情 当初她考入北殿后 喜欢上了自己的形体老师 张小龙 不过这段暗恋 终究没有能转向名处 后来通过一连幽梦爆红后 遇到了杜淳 两个人迅速阴系生情 成了情侣 最初他们只是地下恋 后来因为被媒体拍到照片 才承认恋情 只是这一段感情 并没有维持太久 一年后 两人便官宣分手 面对这段感情 张嘉妮是愤怒的 分手时 字里行间都是对杜淳的不满 扬言 给不起的承诺 别说 话不圆的谎 别撒 但当大家询问 这段感情的具体情况时 她再也不肯多说一句 因为情场失忆 所以张嘉妮那一段时间 频繁地参加聚会 也在这段时间 她遇到了买超 之后被买超疯狂追求 成为了买超的女友 但买超怎么也想不到 她心爱的女人 并不受母亲待见 买超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平日里有交集的朋友圈 也是王思聪这种类型的 但她们一家人 很是低调 从不炫富 当初买超将张嘉妮带回家后 买超母亲第一眼便察觉出 此女不是善茬 于是将买超拉到一边 言辞力色地告诉她 我不喜欢她 不可以娶 毕竟母亲一直希望 买超能找一个门当户队 知书达理的女人 但买超将张嘉妮 碍到了骨子里 根本不愿意放弃 所以她悄悄地向张嘉妮求了婚 并且将户口本偷出来 与张嘉妮领了结婚证 然而 结婚证领了 却因为买超母亲不松口 所以她们没有举办婚礼 张嘉妮很在意这一点 她很希望自己能有一场完美的婚礼 所以对于婆婆不承认她这件事 很受介怀 她从小就不去讨好别人 自己喜欢的也从不放手 所以现在哪怕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她仍旧称呼婆婆为阿姨 婚后买超真的是将张嘉妮疼到了骨子里 一般像买超这样的家庭 嫁进去后只需要做全职太太就可以 但张嘉妮不想放弃自己的事业 买超便没有强迫她 甚至在她拍戏的时候还会多次去探班 生活中她处处体贴张嘉妮 如果两个人有矛盾先低头的一定会是买超 在张嘉妮生孩子的时候 买超还特意去体验了女人生孩子的公缩 为的就是切身实际的想要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不容易 两个孩子基本上都是买超亲自带的 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张嘉妮再度圈粉无数 然而一个人想要作死是无论任何都拦不住的 某次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态度很不好 面对记者提问她关于生孩子的危机和如何平衡身份时 她不仅不回答问题 反而嫌弃记者问的太多 三番两次说记者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问题 比如记者询问她参加妻子的浪漫这档综艺时 有没有受到几位姐姐的照顾 是否从姐姐们的身上学到东西 她直言自己并没有受到照顾 甚至还拒绝回答其他的问题 要知道在节目中 有一次几位姐姐在泡温泉 张嘉妮看到了张子怡身上的字母项链 说自己也想要一条 第二次出行的时候 张子怡便赠送了她一条 当时收到项链后 张嘉妮感动的都落下了眼泪 如今面对采访 却非说自己没有受到照顾 这样的回答也引起了网友的群潮 有的网友甚至说张子怡的那条定制项链 是为了狗 还有人说她的情商真的太低 甚至她还曾三番两次在采访中 颠覆自己之前说过的话 给人一种谎话诚信的感觉 也是如此 她一点点败光了自己的路人员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蛇蝎美人 其实张嘉妮真的很幸运 她一出道便拿下了子怜这个角色 合作的也都是一些大咖 凭借这部戏 更是直接成为当红女星 但她的种种操作 却令人感到不喜 当众推秦岚下台 丝毫不在意她脚上的高跟鞋和危险 在剧组一言不合 便让人去殴打场际 还将对方的工作搞掉 嫁给买超后 婆婆不认便叫对方为阿姨 这无可厚非 但她却丝毫不顾及丈夫的感受 在节目中将这些事全部说了出来 甚至还公开逼迫买超 什么时候给她一场婚礼 也因此将自己的婆家顶到了浪尖上 当时急得买超不得不说 自己的家庭很和睦 还说因为自己跟张嘉妮太忙了 所以一直没法腾出时间办婚礼 但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买超这一说法 根本不足以掩盖 他们为何没有办婚礼的事实 张嘉妮确实小时候 养成了自己的一套待人处事方法 但这些方法却并不适用于现在 本来大好的星途 却被自己一手摧毁 如今身上一直存在议论 这样的张嘉妮又能走多远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